上来 忏悔 发愿已尽 众绝灵等 当之 尽肚之为教也 养成 欧弥陀佛四十有八 大慈大悲 深重愿力 摄取十方 一切众生 这里特别提到了 欧弥陀佛四十有八 就四十八愿 可见 人家自古以来 就是讲弥陀四十八愿 没有人在讲这二十四愿 也没有在讲这三十六愿 那现在呢 你看教界居然在搞一个二十四愿的 那个无量寿经 什么汇集本 那就不对 跟古德就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你要弄新的呢 印光大师就说了 不要再自己弄这个新的 何况他那个新的是怎么来的 这里碾一句 那里碾一句 斗在一起 这已经就错了 怎么可以把经文这里拿一句 那里来斗在一起成为一本经呢 这就有问题了 是吧 再来更可怕的是怎样 他居然还改文字 我写那篇文章里头 我处处抓出来的 根本就乱改文字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胆大包天啊 还欺骗天下之人 居然在佛门里头 尤其南阳现在都受那个影响 他在送那个经 那个哪里叫经呢 那居然还有人这么说 他说 那个什么 那个梁黄颤不也是那个脸经的吗 对啊 他叫颤啊 他又不叫梁黄经 对不对 他就不敢说是经嘛 他就叫做颤嘛 所以说你怎么可以把经文这里脸一段 那里脸一段 把它逗起来叫做新的经文 那怎么可以这样讲 怎么可以这样 这绝对不行 何况他还自己敢 这些态度就不对 他解读错误啊 他说原来的弥陀经 那无量寿经 那个文字不好懂啊 文字不周全 哇 你人的力量还比佛还行 第一 你就否定了古人的翻译 第二 你甚至于暗示古人的翻译是错的 你凭什么说是古人是错 你有看到梵文本呢 第一个就不问题 第二 如果他没有错 那叫势必你说佛有错 那简直胆大包颠 颠倒不可 不可思议 早在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北京就有居士来跟我说 他说我们这里的居士 都拜托你们台湾 不要再寄这种非经的东西来了 好不好 你们台湾是没有经典可以印的 是吧 我说是啊 台湾人就是有时候糊里糊涂的 他居然在用大把大把的金钱在弄这个事情 然后接着又有什么过失呢 你现在还有在 在彰化哪里啊 还有那种道场 还有那种居士团体 他怎么弄呢 他把一部经啊 印光大师教定的五经合定本 五经 五种经就 无量寿经 官无量寿经 欧弥陀经 这个浦门瓶 不是浦门瓶 那个什么 那个 元通章 阿弥陀元通 阿弥陀元通章 还有那个 普贤菩萨 横怨瓶 他把这个叫做五经 谢谢 这五经 他就也写的是印光大师 印对 教对 或者没写 但他已经写成五经合定了 五经合定当年是印光大师 去把他集结合定 结果你知道吗 他来个偷天万日 这五经呢 偷偷的把这个无量寿经啊 就是康生改本上面写的四十八院这个 这部经啊 都抽掉 换成他那个什么叫做平等绝经的 把它给摆进去 你看这个用心是什么用心 我们佛教徒就不研究教点 说什么一句欧弥陀佛就好了 你就不研究教点 就让这种事情啊 到处发生 居然是台湾在做这种事情 连中国大陆人家就反对这个事 反对他后来怎么样 不让这个人进去 不让他进去 不让他进中国大陆 这也够狠了 不过就是 他干脆就这样 台湾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但我们不能这么做 但是你头脑要清楚啊 都是一样 都是佛的经 我又不敢骂 那一样一样的头 一样 这就是不学无知 烂冲好人 东风 差不多先生 就华人文化就是这样 这不叫圆融 这叫糊涂 这哪里是圆融 佛地址一定要知道 那个根本不叫经 那你要手头上有 怎么办 烧掉 烧掉之后 净处埋之 你要没地方埋的话 没关系 我找我们成为师兄 找我们成为师兄 干嘛 你就烧一烧 那个灰放在袋子里 我们对面呢 有果菜园 有树园 埋在那里 清清净净的 既不污染它 也不会怎么样 懂我意思吗 你又退完给它 它要拿去流通啊 懂不懂啊 懂不懂啊 烧经典会怎么样 你是善心 为了不怕 为了怕颠倒法 你是善心去焚化 不是恶心 把它给烧了 这个你要头脑清楚 不用担心 要不你想想看 你不烧 那在世间流通 那不是更可怕吗 哪一种事情 才是佛弟子该做的 政法要流通嘛 你看这古德 宋朝的古德 他就写着 这个我们没办法改的 就是48月 唯一敢乱改这个 就是台北 台北有个居士团体 乱改 乱改呢 我们那个佛教徒 也傻乎乎的 就是 说要念佛 不研究教典 他也就拿到这本本子 那被乱改的本子 你知道吗 拿了之后 演来做三十系念 有一次啊 我在那个南投山顶上 那个居士往生 居士往生呢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有几个师傅 凑一凑 就去借本子来 那些师傅也没看出来 也不知道 他也在跟着念 他也在跟着 就这放 我不知道 我没看了 我就翻开来 第一个开示 我一念 不对 这就是不对了 他们说 真的不对 有哪里不对 有哪里不对 像拉比小新 有哪里不对 我就说错了很多了 根本就完全 道理不对啊 很多人 三十系念 就是照文念 也不管他 道理是什么东东 所以你不会感觉 道理不对嘛 了解意思吗 所以有人敢 后来我就公开 说了说了说了 然后教界开始 有人注意了 好像就不见了 就这样 所以这两件事情 很重要 净土法门 净度法门 固然啊 万人修万人去啊 固然是 这个这个这个 三根仆贝 再怎么仆贝 也有他根本的道理啊 你不能乱凑道理 你比如说 他那个核定本当中 第一个改了文字 这更可怕的是 往生的条件啊 他居然乱弄一通 他居然说 发菩提心念佛 才能往生 哪有 十八院里头 没这样讲啊 十九院 是发菩提心 没有错 二十院是修诸功德回向 你要知道 连二称人 只要他愿意求往生 他就能往生 为什么 往生到胎 有的人往生 胎因为他不了佛性 所以他往生到哪里去 他往生到胎 入胎 极乐世界有胎 有所谓的母胎 那是什么 化成 他不能见佛 他也不能挖开见佛 他不是在连包里 他在化成里 因为他不了自己是佛性 是这样 那么好 日本人 现在又有一群人 大陆也有 大陆很严重 那个在严重的 跟台湾这边相互唱和 早年呢 是被谁呢 是被九华山 仁德老法师 知道仁德老法师很举手 没人 应该我们失误知道了 但是他是当年九华山的总方丈 仁德老法师 他负责建那九十九米高的 那个弥陀像 地藏王像 九华山地外门菩萨像 是他的徒弟 仁德老法师写了一口公开信 当年呢 把他给赶出师门 他现在在弘扬所谓的 净土真宗法 跟台湾有相互唱过 他用的是日本人 解读错误 他说我们汉人 我们汉凡佛教 得阿弥陀佛的认知 这个是化身佛 他认知的教法呢 是信心不足的 我们这个呢 连阿弥陀佛像都不要 只拜那六个字 那才是真正信心最足的 居然这样讲 现在有很多 台湾有哦 他隐藏了这日本真宗的教法 他就说 那是善导大师说的 善导大师才不是这个意思 善导大师是单提佛号 没有错 他是拜佛像 他怎么没有佛像呢 这第一 第二 善导大师没有说 是没有很仔细的说 到底阿弥陀佛 我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怎样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天台大师早就说了 那是报神 我们见到的是报神 他能够有着硬化 硬化圣硬生出现在人间 然后他说呢 我们汉传佛教求生的是 化身的境界 不是报神的境界 这简直就是不懂 不懂人家汉传 我们怎么说的 第一 第二更可怕的是怎样 他不但不研究 成佛的原理 他还说一句佛号念了 甚至于犯戒都没关系 没有错啦 犯戒没关系 这是因为阿弥陀佛 慈悲皆隐 这是没有画脚 但是你不要弄错了 你不要故意去犯戒来 沾显你的信息 这是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 净土真宗 从来不谈成佛原理 你去看看那些人 谈的就是拿日本人的解释 解释 他那个背得很清楚 每一句就解释说 什么这个就是 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 已经替你准备好了啦 如何这般 你要问他成佛原理 他怎么跟你说 最近我还听到 就是他在台北 他怎么说呢 他说怎样说 他说 哎呀 天台中 那太深奥 那个太麻烦 我们净土中才简单 你看看 这就是不了佛法 我弘扬天台中 我从来没有说净土中简单 我用天台来解净土中 我也没有说 唯一要用天台中来解释 但是有一个事实 是一定清楚的 那就是 成佛的 佛能练之心 即是所念之佛 阿弥陀佛与众生心性是无二无别的 这在极乐世界是一定的 如果你不懂 不信这个道理 你到极乐世界 化胎 在化成里头 他不能够化开见佛 这也是 净土真宗共许的那部 无量寿经里头 明明白白写着的 日本人读不出来 紧跟着台湾这些 学日本教法的 他到日本去拿书回来 读了一点书回来的 没有拿学位的 就这样读一些 拿回来翻译 或者看人家翻译 这样讲 跟着这样讲的 跟着也没读到这一段 也不懂这一段 所以他就 他就误解汉传佛教 所说的极乐世界 说我们念的佛是化成佛 这都完全是栽赃 弄错了 解读也错了 日本人要解读汉人的古文 本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他们在有什么用功 这终究不是他母语 你现在你不学中国祖师 你自己是汉人 你不学中国祖师的原文 你不去学 你反过来去学日本人 读中文读出来的结果 这是舍尽求远 好了 读对了也就罢了 还读错 读错了也罢了 你还烂声批评 所以民国初年 太虚大师 印光大师 乃至于这个 洋人山居士 那就是大居士了 他们都公开的说 说这净土真宗 绝不容许让他进中国 当年是这样 公开的这样说 台湾的开放社会 出了一个宜兰的一个居士 早年 那个不信三宝 自己挂个念珠 他就是学着日本人的东西 然后开始弘扬 接着就有出家人 也跟着 到底有关没关 多少都有关 他也互相应和 然后跟着学 早在三十年前 我在联姻寺的时候 就有居士 学了那一点东西 回来 哦不可一世 到处这样批评 我就说这完了 后来果不其然 那家伙后来不知所终 佛门也消失了 这毁谤大乘 毁谤汉传佛教的净土法门 这很可怕 我就看到四十八院 一年才一次三十七年 难得你们听这么多 人苦一点 不要嫌麻烦 好不好 四十 有霸大慈大悲 身重愿力 摄取十方一切众生 是十方一切众生 十方一切众生 居然有人说 中阴生不能往生 那十方众生 中阴生也是十方众生 也是众生 凡聚信心者皆得往生 信者信有西方进度 信有阿弥陀佛 摄取众生之事 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 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 往生 要信 唯是随心自现 这个随心自现 千万要记得 不要变成禅宗的唯心进度 不只是这样 随心是指的说 我心中有信愿 信愿就能献什么 献极乐世界 献阿弥陀佛皆引 所以随心自现 感应道交 不可思议 究竟非从外德 不必求神 求外面的谁 你内心真信发愿 就能得 如是信者 视为真信 信而无行 则不成其为信 行者 也有人念恨 恨是就果上说的 行者 愿言经云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你看 这就愿言经讲的 所谓念佛的概念 以一句佛号 色词六根 据据佛号 专心念 专心意念 功德 那就自然 六根堵塞 这时候六根堵塞 不必再参禅 不必再观想 不必再 如果做任何的 止观思维 慢慢的 心的望念 抖落 自得心开 心开就是 误入佛性 这个时候 欧弥陀经营 所以要怎么样 不假方便 欧弥陀经营 善男子善女人 欧弥陀佛 知识名号 若一日乃之其日 这就是一心不乱 这就是所谓的 都射六根 他以一心不乱 作为都射六根的表证 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 都射六根的解释 是这样 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怨心不乱 不动 就是一心不乱 两个都是 灵命中的人 你平常没有 都射六根 你不可能 灵命中 都射六根 现在是在 正在修净土法门 当然你可以 都射六根 为目标 这不一样 那么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中时 你如果预先 已经能够 都射六根 修到 这样子的一个 专注的情况 那命中时 阿弥陀佛 语出圣诵 现在其前 世人中时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即得国度 如是行者 是名为正行 行而无愿 则不成其为行 你开车出去 没有目标 那车子永远 达不到目的地 所以愿就是目标 愿者要与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愿愿相应 不是说你去发四十八愿 是说跟他的愿相应 相应什么呢 他要你念佛 他要你求往生 你就要求往生 是为大愿 信愿行三 如顶三足 却亦不可 今儿绝灵 当至现前一念 本之原常 信行愿 原是自己 本来具有如是性的 你看 本来如是的性的 今则是本性光明显发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我们圆满 嗯嗯 嗯嗯 嗯 嗯